本港流假年跌2个月 但岸年升3.4%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 习近平和拜登会在年底之前举行视像会谈 浩林肯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 认为不是政治议题而是务实的做法 大家好,我是李文欣 本港的流假年跌2个月 七海物业股价署公布 9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按月跌0.4% 按年就升3.4% 今年以来流价累称是升4.3% 国面积分类753尺至1075尺的单位指跌回升 楼价升1.8% 752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就连跌2个月 面积最大的豪宅楼价跌幅最大 按月跌超过1% 9月份租金指数连升7个月 升至超过一年半的高位 今年以来累计升幅4% 有发展商华年内本港楼市一手市场销售理想 估计今年的楼市继续平稳发展 在过去半年9个月 在香港一手市场的成交 在不同的楼盘 即是港岛或九龙新界的新盘 推售情况是理想的 见到很多用家入市 这个反映到香港的刚性需求是有的 总体上我们觉得香港的楼市是健康平稳的发展 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计划取消大部分抵港豁免检疫群组 争取尽快和内地通关 有商会代表认为业界可以接受阵痛 对商界实际影响也不大 有生意做就他们会留在这里 如果益智因素要走 我想我们都留不到他 大的上市公司 很多的香港都有盘事处在这里 一定要过来才行 有很多文件要签署 那么你不透过很多不同的途径 但是大陆就很有趣的 大陆就一定很多东西见人才能做到 譬如我现在都面对很多问题 除了公司那些可以遥控之外 譬如你回香镜换了 那么他的计划加了 那你银行就全部要去登记过 书港港公署说 坚决支持特区政府依法取缔支联会 港港公署发言人说 支联会长期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是破坏香港社会稳定的毒瘤 特区政府依法采取取缔制行动 将支联会由公司注册中剔除 充分履行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行动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 总统拜登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在年底之前举行视像会谈 沙利文没有交代会谈日期 只是说在美中经历竞争的时代 最高层次的密集外交接触 对有效维持两国关系自为重要 沙利文又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都不会出席周末在意大利落马举行的 二十国集团峰会 以及在苏格兰加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 外电引述消息说 中方会改由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 二十国集团峰会 习近平就会以视像的形式参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 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 认为不是政治议题而是务实的做法 而中方一直敦促美方 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的红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星期二发声明 说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民主成功故事 台湾无式支持资讯透明 尊重人权和法治 这些和联合国价值相负 台湾同时在全球高科技经济中 扮演关键角色 亦都是旅游文化和教育枢纽 当国际社会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 全球议题时 所有利益时分者都能够协助解决问题十分关键 这个包含2400万名住在台湾的人 强调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 不是政治议题而是务实做法 布林肯说过去50年绝大部分时间 台湾积极参与特定联合国专门机构 证明国际社会重视台湾贡献 但近来台湾不被允许对联合国工作做出贡献 例如在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无代表 未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 因为排除台湾会破坏联合国 和其相关机构的重要工作 而台湾贡献能够令这些机构获益良多 因此鼓励所有联合国成员 支持台湾坚实及有意义 参与联合国体系及国际社会 强调地做符合美方以台湾关系范 美中三个联合公布 以及对台六项保证作为指导的一中政策 中国一直呼吁美方趁早抛弃以台制华的幻想 不要幻想一边寻求中方支持背后 一边示意妄卫 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红线 无线电视记者马申义报道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 撤销中国电讯子公司在当地的营运许可 中电讯表明失望 虽然中美财金官员恢复沟通 但是两国关系可能仍然紧张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以全票通过 撤销中国电讯旗下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 在美国营运近20年的中电讯美洲公司 要在60日内停止提供服务 委员会指控中电讯是国企 受中国政府影响和控制 极可能在无独立司法监督的法律程序之下 被逼遵守中方的要求 令中方有机会接触和储存美国的通讯 引起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忧虑 电讯对决定感到失望 强调美洲公司不受中国政府控制 会在继续服务客户的同时 采取一切可行的选项 美国前年5月已经撤销中移动 在美国的营运许可 今年也开始行动 部署不让中国联通 和相关子公司 再在美国提供通讯服务 有志富认为 虽然中电讯在美国业务不多 但是当局的行动意义重大 反映无论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控制白宫 美国仍然关注中国科技业 带来的风险 美国也都曾经指控 内力字节跳动旗下社交媒体TikTok 在本港 考评局取消2023年文憑市 中国与文科口试 和通识教育科校本平衡 考评局向中学发信 通知2023年中学文憑市 精简公开考试和校本平衡安排 中国与文科卷4口试取消 分卷的占分比重 会分配到卷1至卷3 和校本平衡 而通识教育科将会取消校本平衡 占分比重分配到卷1和卷2 有关赶牌只是适用于这届的考生 考评局说疫情严重影响学校的正常运作 2023年文憑市考生学习进度 亦都受到重大认误 因此作出相关赶牌 现在回到其他消息 欢迎新闻时间 先看一些财经消息 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是布25,642点 跌396点 总成交超过679亿 最后有港股的表现 腾讯控股跌15.8 美团跌11.6 阿里巴巴跌5.2 凝负基金跌3.8 与华教育跌1.1.5 派手跌3.7 比亚迪股份跌4.6 安踏体育跌4.5 有帮保险跌1.5 港交所跌6元 比亚迪股份跌2.6 再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丰控股升4.5 邮邦保险跌1.5 中移动跌3.5 港交所跌6元 香港中华媒气没有升跌 恒生科技指数跌220点 互港通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 原额大约413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互股通 原额大约512亿人民币 至于深港通的额度使用方面 内地投资港股的港股通额度 原额大约415亿人民币 投资内地A股的深股通 原额大约535亿人民币 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跌32点 深证成分指数跌164点 照商局集团说 全球港口堵塞的情况 对集团业务影响不大 但认为长远航运价格上升 会令物价上涨 影响民生 集团不会追求最高利润 维持平稳的收入 全球港口的阻塞主要是在集装箱 我们知道是运的能源运输 原油运输 大宗散和矿石运输 受的影响不大 你要长周期去看这件事 短期今天 航运指数暴涨 重大的需求 在长期来看 它是一个服务民生的行业 就是一个平稳的行业 你也别想装大钱 你真装大钱 实际上最后负担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 每个生活物品都会涨价 拘捕内地要求中国恒大主席许家印 用个人身家上还公司债务 彭博紧续消息说 恒大上个月未能预期 上还一笔美元债务利息后 内地监管部门要求许家印 用个人身家还债 多个地方政府正监测恒大的银行账户 以确保公司资金用于交楼 而不是还债 报道推算许家印的淨资产 已经降至大约78亿美元 大部分是恒大的持股和股星 《南方都市报》引述恒大透露 在广州、佛山等诸三角地区 有40个正在建的项目 预计32个预期在年底交流 其他消息 北京冬奥开幕到数100天 冬奥组委说会严格执行防疫规定 违反防疫的人可能会被取消参资资格 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说 12个竞赛场馆全部员工 下年1月27日冬奥村正式开村 2月2日开展火具传递 在今年的年底之前 会再举办10项国际测试资 和3场国际粉练周 预计将会有2,000多个境外运动员 除队官员等来到中国参资 已经确定近8间酒店 同是11间定点医疗卫生机构 强调会是疫情防控为东澳筹办的重中之重 而至于张家口赛区所在的河北省政府就说 会实施分级分区分类闭环管理 也会筹建方仓实验室 预计每日的检测量可以达到4万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带领新内阁宣誓就证 一届立法会会期即将完结 有议员认为 延任一年间议会回复正常 即使没有民主派在职 同样能够有效监督政府施政 因为有反对派的议员 他们滥用议会的程序 拉布 什么都拉布 阻挡 才令到我们的会议时间越来越长 所以现在好像社会上有一个迷思 就是会议是越长越好 我想这是一个过去那么多年 被人一个错误的感觉 实际上会议是应该越有效率越好 成效成果不是靠长短的 其实是看看会议的内容 如果议会是集中说一些经济民生的事情 没有说那么多政治的话 其实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其实议会里面没有了反对派 我们对于政府有些开会 政府有些工程 甚至乎政府有些法例 我们都是让它打回头 重新再来过 因为它事前的游说的工作做得不好 解说的工作不好 甚至乎在议会上的表现 都是令到很多议员很愤怒 所以它有些议案都是要撤回 再重新再来过 内地昨日新增50宗新冠病毒本土病例 内蒙古占最多有32宗 压制纳期即日起 所有党政机关 企业等需要居家办公 居民不准外出 当地亦公布近日确诊病例的长程 其中十几名患者在同一个地盘工作 至于北京新增三宗本土病例 全部都是早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 贵州、山东、甘肃等地 亦都有新增个案 回来新闻时间 一个小学前校长在任期间 涉嫌盗取学校过千万款项被捕 警方表示 5月接获一间学校代表报案 说怀疑有职员在2018年9月至今年4月 而虚假理由批出和提取该校的款项 涉及大约1060万 案件由将军澳警区重案组跟进 警方上星期三早上 在将军澳区 拘捕一个43岁的男人涉嫌盗舌 他获准保释后查 11月中向警方报导 有报导指 被捕的是5月持任邱才杨欣有帝书院 小学部校长聂敏 照商局集团表示 随着内地多个地方 加快托展航运业务 本港应该加强自身优势 拱固本港作为航运中心的枢纽 仲裁法律这套体系 因为贸易是全球结合 所以把这些东西放回出来是香港的特色 也能跟整个中国大陆的沿海 其他的航运中心相比 能有一个互补性 其他消息 内地生产的子宫颈癌疫苗 轻可宁正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 可供联合国系统采购 成为第一只国世卫预认证的国产子宫颈癌疫苗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昨日在网站公布有关消息 说轻可宁是首个获世卫预认证的 国产子宫颈癌疫苗 也是第六个获此待遇的国产疫苗 标志着中国疫苗产品的监管 研制和生产体系 以及产品质量获得国际广泛认可 轻可宁是由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与厦门大学联合开发 是一种注射用疫苗 以涉事2至8度储存 有效期是24个月 现任总检察长由博尔·桑纳罗委任 估计博尔·桑纳罗最终被起诉的机会不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